2022法国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将在4月24号星期日揭晓 具体投票只剩几天的时间了 法国民众似乎对两位候选人都不太满意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马克龙的支持率领先勒庞十几个百分点 但投票率依然是个大问题 民众对于政治的关注度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 这也给选举结果带来了很大的悬念 进入第二轮投票的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和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 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 那么法国民众会把手里的选票 投给中天组的马克龙还是极右翼的勒庞呢 我预期的是新的总统或新的总统 因为是马克龙和马克龙 他们要注意到现在的负责 在网上的网络 必须当我们看到最终结果的GIEC 生意是带来学习一部分重要的 当然保障 与现在的联络或是联络 安全也重要的 冠军是选择的选票 我没有忍受到的 我许多的想法在做什么 我许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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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做什么 但是做得更新的 我许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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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许多的孩子 尤其是有ий尊厥子以下的允許 也有很多外措施 如果我们回到5年 那些桶上的那些 我们不会進展 notamment到一个问题 专 respecto的社会 专业的社会 专业共产党 专业同时 在签情不断,需要跟隆重的信息 我估计不展开 以为我们不断到五个人的连续 我认为他必须以为 Emmanuel Macron明白 如果我们投票的今天 这是基于抛账的处理 要求他们的支持 他们没有投票 为何他们不做的 和去相反的交易 我没投票不下 词然,我不是前面的 这是一个解释的 这是一投票 拍照 但我能够改動,只有一十五天 我向上選擇拍照 因為二競争不合,因为我就不合选 我43岁,所以都看到了49多年 我认为自己的一مة 因为是不个人的事情 是一个人的关系 有些人的感受 我认为很多人在这些地方 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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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只想让我们听听 和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不够了 但不够了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一部分 最主要的主题 基本上是教育 但像教育 不是很具体的 教育是 是生命的 是孩子的 是生命的 是移民 和老子 所以是什么 所以这国家 是在台北 它是在台北 45年